继续看到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 5G技术已经成为了新的话题 专家说5G可以比4G快100倍 希望在5年内就迎接5G时代 每秒高达13GB的网速 只用几秒钟就能下载一部高清电影 传说中的5G时代何时才能到来 网络科技公司们的理想 是在2020年之前就将这一切变为现实 掌握最新的技术就会成为市场的主导 这就是为何今年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 5G技术成了各大公司抢占先机的利器 小到民宅 大到整座城市 从汽车到电动牙刷 随时随地所有设备都可能被互联网 连在一起 那个时候5G提供的还不仅是高速的流量 更有被缩小到仅有一微秒的响应延迟 如果说5G时代还有5年就可以实现 也许这些大公司已经在为2040年迎来6G时代 摩拳擦掌了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新唐人记者乔安统合同